16号台湾外事部门负责人杨靖天就一艘海钓船被日本巡逻船扣押一事表示 台湾当局已经透过有关部门和协会对日本处理这艘海钓船时的粗暴做法表示抗议 这艘名为福尔摩沙酋长2号的海钓船当时正在基隆西北方海域 日方怀疑他们有越界捕鱼的嫌疑 当时虽然海钓船急忙回航 但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巡逻船追到台湾有关方面执法海域内并强行登船检查 台湾的海巡人员也被日方强势压制在地上 其中一名精通日文的海巡人员解释了40秒后才被放开 但第二名台湾海巡人员上船 因为当时船只摇晃 他习惯性地把手放在腰间被误认为是要开枪也遭到制止 台湾外事部门对日方粗暴的执法方式非常不满 决定向日方提出严正抗议 这中间我们对日方的做法无论怎么样子 它的意图怎么样子我们都认为不当 认为不当 这个我们要提出抗议 杨锦天强调 不希望再发生类似事情 也要求日方尽快释放船只船长和船员回台 并尽快告知事实真相 以便比对台湾已知的信息 厘清事实 16号